美国务卿蓬佩奥10号在里根研究所发表讲话 继续大肆攻击中国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表示 撒谎 造假 诽谤 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只会使蓬佩奥之流的个人信誉破产 蓬佩奥不断炮制抹黑攻击中国的政治谎言 充分地暴露了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和谋求一己私利的政客面目 对于蓬佩奥的谬论 中方已多次阐明严正立场 我想强调的是 历史是公正的 一切挑动对抗和分裂 倒退回冷战年代的言行都不得人心 撒谎 造假 诽谤 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只会使蓬佩奥之流的 个人信誉破产 敬佩奥之流的